Hello大家好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是我要去给一个18平米的出租房改造一下 但是呢女生告诉我说 预算不是特别多 所以呢我打算带上我们生活馆的东西 再加上我在晚上买的一些小视频 来给她做一个小小的改造 一个女生住的房间呢 还是很干净的 只是感觉少了点什么 首先呢我先把她的床备先整理下来 床的这一方面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出租房的样子 只是我在这里呢做了一点点的小手脚 把墙上陈旧的一些贴纸呢先撕下来 贴上一张笑脸的贴纸 告诉自己每天都是元气满满的 再放上一个带有粉色花朵的挂饰 简单而少女感的一个墙面 换上一个手感特别舒服 让你躺在上面能够安然入睡的一个四间号 用晕探机呢把折周的地方浴平 在枕头下面放上一张可以持续六个月充满的充满贴 床边之前是放了一个沙发 一个纸装盒 还有一个冰箱 剪得非常的杂乱 整理了一下发现里面大多都是一些没有用的成就物 所以呢我就把它清理了一下 再把冰箱从角落里解救出来 放在沙发的对面 夏天会用到的一些凉洗啊电风扇给移走 这样呢就可以腾出很大的一个空间来了 在这个出租房里面呢还有一张很年代感的木桌子 我把它移到了梳伤台和冰箱的中间 把它当做一个餐桌 在上面呢放了一张比较常见的硬子风桌布 在桌布上面呢放了一些小挂饰和一些明信片 可以记录自己生活里的一些小趣事 餐桌上面呢放上盆栽和自己吃饭的碗筷 简单改造了一下呢就可以变成了是一种食用的区域 整体看起来呢会比较和谐一点点 然后这个破了皮的大沙发呢我把它移到了最里面 而沙发破的地方呢给它铺上了一张明黄色的围巾 腾出来的这块墙面呢给它放上了一些挂灯 夹上一些自己平时的照片和自己记录的一些明信片 平时有空的时候就可以翻一翻看一看回忆一下过去 这块区域呢铺上一张地躺 会为自己平时一个娱乐的小空间 床边放上一个收纳台 在上面呢可以放一些装饰小音响和一些零食 平时在床上呢就可以听听歌吃吃小零食 厨房这一块呢特别的乱把里面不常用的一些工具呢收纳了起来 把墙边这些老旧的贴纸呢也撕掉 同样挂上几张便签 写上自己一周所有吃的东西 告诉自己一定要按时吃饭 准备一些方便做的食物放在厨房里面 一个人住也要好好的吃饭 冰箱里的东西有点多 为了防止产生异味呢 拌上一些除臭的工具 内衣内裤袜子呢可以分类整理在收纳盒里面 拿的时候呢也会比较方便 房间和厕所呢一定要保持住清香 做一个干净卫生精致的猪猪女孩 厕所里的一些必备生活品呢也可以放在收纳盒里面 这样拿的时候呢不会东倒西歪到处浪翻 餐桌这一块呢可以在上面吃饭 也可以给自己做一些果汁等等 一个人吃饭呢也别太马虎 多吃水果皮肤会变漂亮哦 点上这些小灯之后感觉整个房间都温暖了起来 这块区域呢是我觉得一定要有的 平时在上面看看电影看看电视剧 即使是一个人住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特定空间 沙发最快呢可以窝在里面看看书看看小说 来放松自己 这块区域呢是一个人住在这里